早孕试纸 这个一般就是包括我们女性自己到药店 或者到医院开出来的这种测早孕的这些试纸 它基本上就是咽尿的 那么我们一般就是告诉孕妇 这个咽尿就是取的是早晨的第一次小便 就是沉尿把它小便留在容器里 但是量不要多 用这个早孕试纸 它有两端 那么有一端是手拿的 另外一端就是要擦到尿液里边的 然后擦到尿液里边停留一到两分钟以后 它就会有一个显示的窗口 如果这个窗口显示出是明显的两道红杠的话 那么就确定你怀孕了 如果显示的是一道杠的话 那么可能你就目前来说还没有怀孕 但是也不能确定你过一个礼拜以后可以再擦一次 也可能一个礼拜以后早期那个没有擦出来 过一周以后也可能再擦 也可能就是能擦出来是怀孕了 就是最好是沉尿 而且是中段清洁尿 不要受其他的污染 在留小便之前呢 最好把万因用清水清洗干净 擦干净以后 在小便的时候 前面尿的一点不要要 要中间的那个清洁尿 然后流到容器里 然后再去检验 这样的相对来说比较准确 进去 山洞就在北以后 站在北以后 站在北以后 它需要决定 对 是